在上一期中,本土选手小次郎超常发挥,不仅拿下了本人的首肾,也替人类阵营拿下了首肾,心中的畅快之情不言而喻 而在神明阵营这边,显然无法接受,陷入了集体沉默,毕竟被人类打败,这可不是一笑而过的事情 吓得洛基和师婆直接来到了宙斯的卧室,不顾打扰还是满头包伤情的宙斯休息,紧急商谈着下一步的对策 很显然,神明们也开始认真起来了,师婆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毛髓自荐,但却被宙斯给回绝了 西纳神欠下的债,就让西纳神来偿还吧 好家伙,宙斯这话说得师婆瞬间就没了脾气,也是他一个印度神在这下场或什么了 死的可是他的亲哥哥,想必在老爷子的心中早已经有了满意的人选 在竞技场的走廊里,西洛特也在思考着对方将派出什么样的选手,上一场的势力势必会让神明认真起来 是我 正在西洛特愁眉苦战的时候,没想到神明这边下一场的对手主动找上了门来 更没想到的是,这个人竟然还是他们女武神的脑熟人,赫拉科勒斯 小哥路一看大哥来了,高兴的跳了起来,而西洛特也扯群弯腰行李,喜悦之情异于言表 嗯,下一个我出场 大哥此话一出,气氛像是突然凝固了一样,等回过神来,西洛特已再次单膝下跪 虽说我的立场不适合说这话,但我还是要助您,五蕴昌农 庆如兄妹却互相残伤,不得不说,神明这招戒道杀人,大一灭青,的确很阴险啊 人类的便是 大哥没有多说,直接绕过了西洛特走了过去,行徒陌路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淡,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 大哥走到一半,没想到北欧的诺基均了上来 大哥知道诺基的能力,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作为神明的代表,作为武者,他都会全力一战 但他也有丑话说的前途,人类终莫法案,他是反对的 所以在取得胜利后,他也会提出人类救济的提案 好家伙,大哥果然还是人类这边的 不过也像大哥自己所言,他是正确之人这边的伙伴 此刻,西洛特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其实他早就预料到大哥会上 所以在挑选人类战士的时候,特意牛了一手 一边是亲如手足的哥哥,另一边则是决定人类存亡的筹码 怎么样才能让心里的那份纠结被消除了 西洛特心中早已有了万全准备 就是他了,他就是我在人类中最讨厌的垃圾中的战斗机 究极人渣,开堂熟杰克 瓦尔哈拉竞技场人身顶沸 人们显然还没能从上一场的惊讶和兴奋中走出来 但是大屏幕的突然出现,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目 主持人所在的位置并不是会场的中央 而是19世纪的英国伦敦街道 这是杰克的要求 虽然是违反比赛规则的 但却已经征得了大哥的同意 对了,开堂熟杰克就是眼前这个穿着打扮 偷狠绅士的家伙,但大家千万不要被其外表给欺骗 他可是人面兽性 被称为史上最著名的杀人犯的存在 人类深渊区也是炸开了锅 怎么会安排这样一个杀人犯上场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不该支持了 不得不说,希鲁特真的是心思犀灵 安排这么一个家伙上场 败了,能给大哥人情,还能扶重 若侥幸赢呢,便可坐收胜利果实 一举三得 神明那边上场的果然就是大哥赫拉克勒斯 这个人也不得了 是宙斯的儿子,大力神 也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 仅凭体型来看,杰克根本就毫无胜算 但决定胜负的关键可不单单只是靠蛮那样 从人变成神 被荣誉包裹的正义的象征 赫拉克勒斯 与人类最肮脏的黑暗的恶制结晶 杰克正式开打 大哥从一开始就看起来怒气冲冲 这也不能怪他 就算是看台上的人类 也都想冲上去 把这个穿的人魔狗样的围君子给千刀万挂 开堂手杰克 一个将柔弱女子性命玩弄于鼓掌的连环杀人恶魔 在十九世纪末期 他至少利用逆刃 残害了五名伦敦平民窟中的下海女 伦敦警方全力缉拿 结果却连杰克的毛都没看到 这个谜题就连夏洛特都没法破解 至今人在烦恼之中 我把话说到前头 现在投降 我至少可以保证你死的不会太难看 因为我不喜欢无意的杀戮 和你这混蛋完全不一样 啊 这才是绅士啊 杰克不仅没有发怒 反而特别恭敬的在行李 先生 你不仅同意了我的主场请求 还这么关心我 为我的生死着想 我真是太感动了 但很遗憾 这场战斗 我打定了 真没想到 这老头还挺有国气 说完直接掏出一把大剪刀 足足有一人之高 这就是杰克的神气面臣 下期 咱们接着看 我怎么回事